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行驶了大概100多公里 那么整个的油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 是3.5升每百公里 那这样的一个油耗数据的话 其实的话还是在整个城市非常拥堵的情况下实现的 那么为什么能实现如此低的油耗 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e-power技术 那么我们的e-power其实就是一种增程式的混动 我们的e-power在整个的驾驶的过程当中 始终是由电机来驱动汽车的 那么和这种RMD的这种混联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混联的方式的话 在一些高速中速驾驶的情况之下 只要你深踩油门的话 可能会出现电机和发动机同时来驱动汽车 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的e-power大家记得 是自始至终都是由我们的电机来驱动 它是把电和油非常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的话我们日常整个叫这本技术 也叫做融合动力技术 好了我们打开了这个前引擎盖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整套系统的运作的方式 那么是由我们的发动机燃烧燃料直接转动 然后驱动我们的发电机 那么产生电力 那么这个电力存储到我们的电池当中 然后再由这个电池通过一套电变器的系统 然后再把能量输出给电机 然后再由电机来驱动我们整个的这个车辆 所以的话其实在所有的行驶的工况之下 我们这一台e-power的车型 它都是由电力来驱动的 跟另外两田的这个技术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分享一下关于e-power技术的几个优点 相对于传统的这样的增程式的这个车辆来说 第一个优点就是整个的这个驾驶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平顺 因为所有的驱动都是由电机来完成 大家知道这个电机的这个扭矩爆发的一个特点 其实这个也是整个日产 基于像凌峰这套最早的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的这样的一种特点 而研发出来的这样一套电机系统 它的整个的扭矩能够达到非常精确的一个控制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也体验到了 它的整个的驾驶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平顺的 第二个点就是操控非常出色 大家知道电机的特点 那么整个电机的响应速度的话 e-power做到了万分之一秒 这个比我们传统的燃油动力的车响应的速度要快得多 可以说是随踩随有这样的一种动力的感觉 那么第二个是整个的扭矩 电机也比一般的汽油机爆发的要大一些 能达到了500牛米以上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可能是3.0排量的燃油发动机 所能够获得的这样一种驾驶的体验 但是在我们这台小小的车上面 你也能够感受到 所以它整个的加速的性能 也是要比普通的燃油车要好得多 第三个特点就是静音性 那么我们整个的驾驶过程已经感受到 其实整个的电机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大概要占到50%的时间 也就是说另外50%的时间汽油机才会介入 只要汽油机不介入的话 其实整个的驾驶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安静 就像这台车是一个电动车一样 那么整个的e-power系统的话 它比传统的HEV它的分贝数大概要平均低到6个分贝 所以的话整个驾驶的过程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 好了除了以上三点以外 e-power系统的第四个特点的话 其实就是节能 那么我今天的话尝试了one paddle模式 这个模式的话作为一个长期的电动车驾驶者的话 我是非常习惯的 就是说当我们松开电门或者叫油门踏板的时候 整个的能量回收给你的感觉 带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你今天这个感觉的话 在我们的e-power宣逸上面也得到了体现 那么整个的能量回收的话 让我们的驾驶是非常的节能的 那么应该说刚才有公布 就是我们的有些教练开下来 整个百公里的油耗的话达到了2.7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我自己我们开着空调 然后车上坐着三个人 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满载的一个状态了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油耗在拥堵的情况之下 开完100公里是3.5升 所以这个节油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e-power的第四个特点就是节能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首先我觉得e-power技术来到中国的话 相对来说时间上面是有一些晚了 但是呢这项技术呢 确实在日本本土是获得了非常大的欢迎的啊 截至到2021年的3月 搭载e-power技术的车型 在日本的话已经卖出去了50万台 成为在日本本土销售最火爆的车型 那么这项技术从日本来到了中国 在国内能不能收获在日本一样的这种成功呢 我觉得大家要拭目以待